我呢 GX 開GX 打打打 打打 再打 打6顆 SRJ 台中諾亞方舟贊助播出 快速點選超連結 購買序號到PTC GEO STORE 輸入優惠代碼DOMFive 以及享有5%折扣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副牌組的主角黑白龍Tech Team 那他的招式的效果是可以依照我們被戰區寶可夢身上的電能量或火能量呢 那我們最多拔三顆喔每拔一顆就可以乘以90 那這個看你要三個電能啊或者是拔三個火能 或拔二電一火什麼的那種排列組喔隨便你去排列 反正你就最多拔三個然後呢可以打到270喔 好那GX招式的部分呢兩火二電可以打一隻寶可夢170點的傷害 如果呢這一個回合我們有開M的覺醒的話呢 就可以再多打一隻也是170喔等於是打兩個170 170的話通常會用來斬殺東東鼠或者是蝶蝶喔這個血量都是170以下的 那凱路迪歐GX的部分呢他即使在被戰區他的特性也依然有效喔 所以除非我們這副有放無人發電鎖喔 不然這個170其實是沒辦法打死小馬的 那因為我們這副有放蝶蝶跟東東鼠 所以我就不放無人發電鎖了喔 那再來另外一個打鎖的部分 我選擇是這個噴火龍這個長尾火狐喔 那他的招式能量需求比較大 要三個火一個五 所以呢我們這邊有放到人物卡卡齊 可以從排庫呢選擇四張火能量卡 然後直接集中填給我們的一隻寶可夢 然後排庫洗牌 那填完之後呢要馬上結束回合喔 這個雖然填四個能量呢是很強大的 但是馬上結束回合就是他的副作用 所以我們玩這副牌組呢最好是搶先攻喔 因為先攻的話我們本來就不能做攻擊嘛 那不能做攻擊的話呢我們就拿來做填能 欸非常的完美喔 好那我們這個噴火龍火狐的話呢 他的這個招式呢打180 打完之後呢我們可以選擇喔 自己選擇要不要從排庫抓牌 如果說呢你有選擇要抓牌的話呢 你一定要至少要抓一張 你可以抓一到三張 呃其實通常都會抓滿阿 應該沒有人不會抓滿三張手牌吧 那個三張手牌是自己任選的 是非常爽的一件事喔 那三張手牌的話呢我們就可以去 依照當時的情況來決定要來抓什麼 三張牌的話呢通常都會抓這個巨大熔爐 還有這個熔街弓喔 有抓到這兩張牌的話呢馬上就可以填兩火能 然後再抽三張牌 就是也是有一個加速填能的效果 那我們噴火龍火狐的GX招式呢也是不錯用喔 可以從我們的氣牌堆選擇五個基本能量喔 那依照自己喜歡的任意方式呢去填給自己的寶可夢 那如果有多填額外一個能量 就是一個火再加另外一個看你要填什麼屬性喔 那我們的額外效果就可以讓對手的戰鬥寶可夢呢 變成燙傷還有混亂的狀態喔 那這個填人的部分呢如果說我們剛好有用高級球 或者是這個熔爐或者是東東鼠 然後呢有氣牌堆累積了一些能量以後呢 我們一樣也可以用這個噴火龍火狐開GX喔 比如說如果對手開無人發電鎖 讓我們沒辦法開這個疊疊 然後再來抓卡奇來開場的話呢 我們就想辦法把一些能量丟掉 然後呢填一個火能給這個噴火龍火狐喔 就可以直接來開GX做填能喔 那副打手的部分呢我這邊選擇的是龍龜 那他是龍屬性的所以我們都俗稱他叫龍龜喔 他的招式要三個火 三個火的話呢非常好觸發 看你要開卡奇填給他 或者是呢我們用龍接弓填兩火能 然後再手填一火能直接也可以滿足喔 那他可以丟棄我們場上任意數量的火能量呢 丟棄一顆就可以乘以50點的傷害 所以只要我們場上火能量超級夠多的話呢 這個龍龜是有機會做很高很高的斬殺線喔 那為什麼要放這張龍龜呢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這個主力的寶可夢 兩隻這個都是GX寶可夢 黑白龍跟噴火龍火虎都是Tech TeamGX寶可夢 所以對手如果有凱路迪歐GX的話呢 這兩隻是打不動的 而且我們也沒有放無人發電所來壓制凱路迪歐GX 所以一定要有一張小人牌來去針對喔 那選到的小人牌就是可以選這個龍龜 他的爆發力很高喔 輔助的寶可夢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是很需要卡奇來做為我們 開場的快速填能喔 所以這邊疊疊放兩張 那這邊我還有放一張東東鼠 那東東鼠的部分呢其實可以搭配到滿多東西的 因為譬如說我們開完龍接弓填完能量以後呢 還想要再繼續抽履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抓東東鼠喔 那蝶蝶跟東東鼠還有噴火龍黑白龍這些GX寶可夢的話 都可以用這個珍貴球 珍貴球開下去的話呢 直接從我們排庫任意的哪一隻GX寶可夢加入到我們的手牌喔 那GX球因為我們這邊GX寶可夢很多 所以這個GX球放四張喔 高級球的部分其實你也可以放滿到四張啦 那就是你依照自己更需要去做調整就可以了 我們先來講一下人物卡的部分啦 古芝麻這個就是看你要配兩張三張我覺得都OK 那我們人物卡的部分呢 還有放到這個N的覺悟喔 它可以直接呢翻開我們排庫六張牌 那六張牌呢如果說其中有基本能量的話呢 可以直接填給我們備戰區的一隻龍系寶可夢 而且它是集中填喔 而且還要填在備戰區就是我們的後排 所以它的這個停能的這個方式是稍微有一點點嚴苛喔 這六張牌翻起來呢沒有能量卡的話呢就會全部丟到氣牌堆喔 因為我們有卡期的關係 所以我們通常不會把N的覺悟當作我們一開始停能的手段喔 除非你兩張卡期都是卡獎勵卡 不然我們前期呢都不會開N N是在我們中後期的時候才會做爆發 為什麼我說中後期做爆發 我們前面如果黑白龍有順利攻擊的話 是不是會噴一些能量到我們的氣牌堆 那通常這時候能量會累積個5到6顆能量 累積5到6顆能量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是可以用這個 把氣牌堆的五張基本能量呢 直接放回到我們的排庫喔 那把基本能量洗回進排庫之後呢 我們再開N的覺悟 這樣的話呢翻到能量卡的機率呢就會上升非常許多喔 就會比較容易填到喔 另外一張人物卡我們搭配到的是電刺喔 那電刺的部分呢它可以幫我們從排庫拿一張物品卡還有一張電能量喔 那物品卡的部分呢除了拿這個什麼GX球啊 最重要的還有拿這個冒險包包喔 冒險包包的話呢它可以從排庫幫我們拿兩張寶可夢道具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裝備卡喔 那我們會很依賴這個接力棒 那裝備接力棒的那一隻寶可夢 如果被對手的戰鬥寶可夢的招式傷害給擊倒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觸發這個接力棒轉移能量的效果 把身上的三張基本能量呢 轉移到看你要填給哪一隻後背去的寶可夢喔 除了接力棒的話呢 我們還要選擇這個頭巾 為什麼要放這個頭巾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剛才有講到黑白龍最多拔山人 90乘以3,270嘛 那270打我們現在很流行的三神 三神的話血量是多少 280哇差那個10滴 非常尷尬喔 所以我們為了補足那10滴的傷害呢 我們就選擇放了頭巾 那如果你不想放頭巾也沒關係 你也可以選擇場地卡吞進炎野喔 吞進炎野的話呢 它也可以幫助我們的龍系 還有邪惡系的寶可夢 增加10點的招式傷害 那我們這副沒有邪惡系 但是有龍系 有龍龜跟黑白龍都可以受益喔 所以是也可以選擇這個場地卡的 那場地卡跟裝備卡頭巾 就看你要選擇哪一個 那場地卡的部分 可能對於有預算顧慮的人 會比較便宜喔 因為那張卡幾乎沒什麼人在放 所以你應該可能 5塊10塊錢就可以收到了 那頭巾的部分 現在可能還是有點價錢 可能一兩百塊了 所以有預算考量的人 可以把頭巾拔掉 換成吞進炎野就可以了喔 那剛才講到電池 我們可以拿到物品卡嘛 那物品卡的話呢 我們可能還可以拿吹風機 把這個無人發電所吹掉啊 或者是說我們急於要做換位 那也可以拿switch 或者是說我們要能量轉移 那為什麼要能量轉移 因為我們一回合只能手填一次嘛 那一回合手填完一次之後呢 我們如果開電刺 開電刺以後 是不是沒辦法開龍接工了 那我們這個黑白龍 它的能量需求是留兩顆喔 一電一火 那一電一火我們只手填一顆的話呢 哇另外一顆沒辦法填怎麼辦 那我們就從備戰區的寶可夢 來去補另外一個能量的需求 所以這邊放到一張能量轉移喔 這個能量轉移的話 就是有時候會發揮到奇效喔 能量卡的部分呢 我這邊是放12加6 總共18張喔 可能會有些人覺得很多喔 但是因為考慮到我們要 穩定的把N開起來 所以呢我這邊決定就是放到18顆 但其實你還可以再減少啊 那我個人覺得放18顆也還OK 如果要再減少的話 可能這個電能少一顆 然後呢長地卡再加一喔 因為長地卡加一有什麼好處 就是因為我講到 我們這個無人發電所非常煩 會卡我們的爹爹跟這個東東鼠喔 所以其實電能可以再少一顆 然後再增加長地卡也是OK的 那以上就是這副牌組的簡單介紹啦 Oh my gosh 押個牌唄 好像不太能押啊 我是排準備沒牌啦 ek 看 看一下 哎呦耶 天啊 嘖 是蹭蹭臉頰啊 我想一下 要先開卡齊嗎 我覺得我們先叫那個好了 啊 這個真難玩耶 鼓起有點不太順 啊 啊 必須先浪費一回合囉 因為我開卡齊給他沒有意義啊 他拔能 他拔能只能拔後排 我覺得 黑白龍設計最討厭的地方是他拔能只能拔後排 他如果可以 拔自己的話就超強 然後 N 也只能填後排 哇 超麻煩 所以變得說 你不得不後面 一定要有另外一隻龍系的 或者是其他可以吸能量的 比如說像四二真龍這一種的 嘖 而且我們等一下開卡齊 填萬能量 哼 還不定能 還沒辦法攻擊 除非我生錯到switch吧 其實我剛剛有點想拿冬冬薯喔 把這些全丟了 哼 這手牌真是無敵爛的 欸 等一下 對喔 我拿到蘇球也不能攻擊 我開卡齊就直接解析了 應該說我拿什麼啊 龍接弓之類的吧 拿龍接弓說不定還有機會 唉唷還真的有龍接弓 龍接弓 龍接弓 我們再丟能吧 這邊先攻擊 R一顆就死了 十五個 等一下繼續開蝶蝶 繼續填龍接弓 抽爆 他如果要打 兩個一百七 他必須要開N喔 他沒辦法 找一個輪子 等下拿古芝麻效益也不太好 古芝麻的話我這隻還沒填好能量 不然我開GX來填能 開GX填能會不會很垮 因為其實我原本選這個火湖噴也是因為他的GX可以填能 讓我們後面 哇靠這個 我會發電鎖喔天啊 哇 我們被壓制了等一下爹爹開不了 哇 一百三耶 嘖 哇哭啊 開不了耶怎麼發生很尷尬啊 哇尷尬尷尬 我也不肯古芝麻啊 沒有效益啊 哇這N開不了看都超尬的 嘖沒有容器啊 哇整這樣了 好尬喔 天啊 天啊 有球 終於有球了 等一下可以開N了 我等一下可以把這五個火能量洗回去喔 開Recycle Energy Energy Recycle 然後再開N 因為我把能量洗回去的話N開到的機率 會比較有機會填到能量吧 嘖 但我這一回合如果黑白紅倒下就沒吸藏了 是說他現在能量也很少顆啦 他要7顆 1 2 3 4 他應該不夠吧 除非再放小米米 他如果拉出小米米就還有機會 4嘛 小米米2顆 他手填過了嗎 看一下 他還沒鎖填過 對那他就鎖填再加小米米 就可以把我打死了 但是不知道他有沒有怎麼順 加蜜蜜竟然讓我麻痺 順好 麻痺喔 為什麼他要讓我麻痺 他沒有怕吉利茲了嗎 他是沒怕吉利茲吧 是不是 不然怎麼會讓我麻痺 我先把能量洗回去 那 如果 那 其實我剛才古芝麻開GX天冷好像也行 不然我開卡齊好了 因為我開N的話也是不能攻擊 開卡齊好了 這 為什麼 嗯 骨芝麻 唉呦 他媽比我這隻 他怎麼會這樣打?他是真的帕奇麗茲卡獎勵嗎? 那他也太慘了吧 通常帕奇麗茲應該會放二到三隻啊 我的話我會放三隻 因為很怕放兩隻如果兩隻都卡獎勵就再見了 就天不了能 我可能會放到三隻 但是他現在死一隻然後 他沒有用蹭蹭 他沒有用特性再拉出 蹭蹭的那個帕奇麗茲 喔他要打我 我現在不知道他手牌長怎麼樣 因為不太懂為什麼要這麼打 哇麻痺又是麻痺 怎麼都是麻痺啊 麻痺的話 那我這邊 我這邊 兩張 這樣好了 我墊飛鼠 沒有抓到東西欸 所以他真的 可是他墊飛鼠為什麼只拉了 我看一下 有這麼慘? 全部都卡獎勵嗎? 太扯了吧 而且他也沒在填電能 沒填電能 雷秋也都沒有輸出啊 那你 唉唷 吹掉了 我東西都開不了 超尷尬 有可能再拿一張果汁嗎? 拿三張 我們 我們 可以再拿接力房 能量轉移有沒有 有能量轉移欸 欸? 我好像可以這麼拿 他真的卡太慘了 他真的已經沒辦法跟我打了吧 我等一下要開GX了喔 我等一下要開GX了喔 欸?等一下 我不應該拿電子喔 我應該拿 我想要拿什麼好 拿Switch就好了喔 因為我要開N 我才能開GX的雙殺 他的N 他的這個GX 我真的不習慣開 喔喔喔喔喔喔喔 米米娜 我怎麼都沒電了 我想要打雙殺 有機會嗎? 哎呀 差一顆電能啊 所以我剛才是不是拿錯了 可是想說剛才有電池 尷尬啊 然後明明 七百多一顆電能都沒有 欸... 很甜吧 傳遞了 有電能了 我呢 GX 哇...雙殺 哭啊 卡基在 N也在 KG 在N也在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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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壹 消失 炙 N也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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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